美国封杀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频频接受访问回应 其中彭博社记者上载的一张相片 见到任正非的书桌上面 摆放了今年先接发售的美国陷阱中文版 令到外界有无限联想 美国陷阱其中一名作者皮耶鲁齐 曾经是法国巨企艾尔斯通的高层 2013年在美国金赖迪国际机场被捕 美国司法部指控他涉及艾尔斯通 在印尼一个项目中的商业贵赂案 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皮耶鲁齐最后被判监 在他入狱期间 艾尔斯通签署文件承认指控 被罚款7亿7千多万美元 核心的能源业务更遭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收购 曾被称为法国工业名株的 艾尔斯通由于被支解 艾尔斯通成立于1928年 业务横跨全球电力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 而且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有人形容世界上每四个灯泡 就有一个电力系来自艾尔斯通的技术 资料显示 艾尔斯通在2013年负责制造、维修和更新 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气轮发电机 法国七成半的电力生产设备是出自艾尔斯通 甚至包括大高乐号航空母舰的推进气轮机 可以说通用电器体重艾尔斯通电力能源业务 亦关系到法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 不过艾尔斯通之前确实一度 身陷贵瘤丑闻和贫乱破产 皮耶鲁齐去年九月获释之后 将事件写成美国陷阱 他在书中更披露 美国司法部和艾尔斯通谈判的时候 通用电器的代表一直参与 而且在和艾尔斯通就认罪达成协议之后 美国司法部没有立即开出罚单 而在拖到法国政府、艾尔斯通和通用电器 都通过并救手续之后 辞任法国经济部长 即是现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经想要收购展开质询 认为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和收购有关 但由于无证据无奈放弃 华为在广东的基地 有美国陷阱的宣传海报 将艾尔斯通形容为法国版华为 自称经济人质的皮耶鲁齐 就被外界形容为法国版的孟晚舟 内地传媒一再借书批评华府 以国内法作为经济武器 打压竞争对手的霸凌行为 更加引述皮耶鲁齐说 昨天是艾尔斯通 今天是华为 明天又会是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